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来自于加拿大的有机彩妆 像现在我们几乎每一天都要戴着口罩出门 那不想要不化妆,又不想要化太浓的妆 所以呢,我想要用这一套有机彩妆 这样子我们就算是化淡妆,而且它又是很少化学添加 所以这样子的彩妆,你在这个世代上面用的话呢 它比较不会造成肌肤的负担 那现在呢,我就先从第一道开始 那首先我们要先用的是这一个它的底,肌底 它现在是隔离霜,那它是有机的,有一些芦荟的成分 其实它延展性很好,你看它铺上去之后呢 你的毛孔会看起来比较小 你的第二样就是粉底 那今天我用的这个粉底呢 它是属于,它有三个色系 白、黑,比较偏黑的,然后比较偏白的 那这个是属于中间色系,跟我的肤色比较像 其实像这样子的底妆就已经完成了,很简单 那如果说你会在意你的,其实我这边有一些小小的斑 如果说会在意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点的方式呢 这个是遮瑕膏 接下来我们用它们的蜜粉 那它的蜜粉呢,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就用蜜粉刷 大概把它全脸刷一下 接下来简单的,我们上一个眉毛的形状 那因为其实是淡霜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太要求用笔 因为用笔的话呢,可能你的眉毛的这个形状太厉害了 太俐落了,看起来妆感会比较重 那我们用它的这个眉膏,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眉膏哦 好,我们的眉毛就完成了 好,接下来呢,就是用它们的,我选了它们三个颜色的这个 眼影,然后它都是属于比较裸色系的 有珊瑚色,然后跟淡金色 然后跟比较深一点的珊瑚色,想要做一些渐层 好,那我们的眼影就上好了 接下来呢,咖啡色的眼线笔 那它的眼线笔非常好用 因为延展性跟上色的这个滑度哦 是很好上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咖啡色系想要创造出这种淡妆的妆感 所以我们就用这咖啡色系的眼线笔 然后填满我们眼线的根部 它们的 睫毛膏 好,它这个也是不韵软不结块的 有机睫毛膏 好,那在上睫毛膏之前呢 我们先夹一下我们的睫毛 嗯,腮红 那它的腮红 看一下看一下 可以当腮红之外 还可以当唇蜜使用哦 那它是属于膏状的 然后不会太油 所以我们可以就用手指这样子 好,沾一下在你的眼颊上 淡妆 淡妆 就结束了 谢谢,拜拜 拜拜